临检出 内脏可实用进口大约5% 但检出来际部分全都为零 除了食安重中之重 监视这一年台美关系也再创高峰 我们期待台美在投资贸易 以及供应链安全等领域 继续的加强跟加深合作 总统蔡英文跟AIT现任处长孙小雅会面 提及六月美台提法复谈 加上美国联邦参议员搭乘军机旋风访台 紧接着捐赠台湾250万剂疫苗 也展现挺台不遗余力 克拉克率团访台是断交后最高层级 萧美琴大使出席拜登总统就职 42年来台湾首度受邀 台美关系更紧密 成果丰硕 三续台北传播报道